喝碎喜剧电影《断片之显通多宝》 6月27日在北京举行了订档发布会 发布会当天 电影主唱团队齐齐亮相 周焉葛优 月音鹏杜唇外 鲍贝尔日渣一旅星等明星 也现身发布会 助阵影片订档 葛优在电影中饰演的是一个 以卖艺尾声的 经常喝酒且搜主意不断的角色 一向在戏外非常严肃的葛大眼 发布会现场近包袱不断 拼拼斗乐 现场月音鹏也大方分享了 很多拍摄中的经历 在谈到拍摄被埋杀队的戏份时 他感慨道 由于整部电影 因喝酒断片而浅 各位主唱也现场分享了自己 经历过的断片趣事 葛大也喝醉主题只有睡 想遇也喝多 酒爱哭 发布会儿喝完秒变化了 狼人讲剧本 强推新作品 闹出大乌龙 而当大家把目光转下渡春 却得到一个高深莫测的表情 直呼不能说 硬狭想无数 众演员台上 自然纷纷暴露断片糗事 热播现场披露 酒后七层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